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冲击力他能把这个木板也冲开 我叫高杨 是一名坦克驾驶员 在兵器工业集团 内蒙古地机械集团工作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 土海 也参加几次航展 这个炮油都是真斜 把脑袋给我磕了一磕了 07年当兵的时候就开坦克 然后复原回来了以后 继续再从事这个坦克驾驶 只要做一些 特试它的性能 把这辆车的最大的性能 都会得发挥出来 然后再移交给部队 走吧 今天微信五层车了 再给你个队长机 你俩就中间有些动作 可以喊一下 都在吗 618的在了 行 准备上 那俊远总 你们那边准备吧 这次航展呢 我主要是驾驶的VT5坦克 车标小 这么快 火力膜 防护也可以 测试工作确实挺辛苦 而且很危险 你在上一个坡 坡度的都上不去 或者滑下来 速度太快了以后 也容易侧翻 每种路面呢 这个颠簸 对你的这个腰 胃 你的心脏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对你的耳朵 因为它造成特别大 便宜有点贵 点满心好一点的 快点快点 西红是炒鸡蛋 我们9月6号到的珠海 每天保养车辆 维修车辆 我的训练 其实很辛苦 而且尽管天气又炎热 每天流的汗也特别多 训练完以后 大家一般都会休息 然后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最主要的还是 我把几次任务 圆满地完成 珠海航展地面装备演示活动 演训队全体向您报告 在冰军院的指挥领导下 我们正式开始了演示训练活动 我们所做的工作 让全球展示咱们冰军人 我们的产品的技术 我们操作的 两手的军战的技艺 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在演练场备后 星辰充裕 必多荡药 在山海交相归一下 作为军工人吧 产品通过我们的实验 它确实可靠 然后把这个车 圆圆满满地交给我们的解放人 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挺自豪